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计划 后面这位呢 是陆夫人 还有 宋大人来了 见过婶婶 向云 来看看你的未婚夫婿 未婚夫婿 一个禁军统领 处则京城安危 一个边塞大将 拥兵镇首一方 除非皇帝是傻子 你看你家孩子 否则怎么可能 让他们俩都亲了 这孩子将来啊 肯定也是一元虎相 果然是一开场 就让人闻到了 不同寻常的味道 老李呀 老李 我劝你善良 所以 他是叫陆初空吗 不对不对 陆长空 陆 陆长空 这是你陆伯伯起的名字 想问你怎么样 这名字好听吗 好听 非常好听 将来呀 一定是我朝第一大将军 不愧是宋兄的女儿 虽然是童颜智雨 确实很有眼光啊 见过初空仙君 见过初空仙君 您听得到我说话 就哼一声 听不见就哼一声 就哼两声 看样子 是真喝了汪传水 什么五万年的战神呀 这还不是落在了 我祥云的手里 初空仙君息怒 初空仙君息怒 不行不行 你初空仙君的性格 要是等他回了天界 想起我在人间欺负他 初空仙君 小仙刚刚只是想 逗您开心 可绝没趁机揍您的意思 初空仙君息怒 初空仙君饶命 小仙最该万死 小仙万死莫书 哦 小仙君 小仙君 古仙君 小仙君 小仙君 你